一边唱歌,一边帮长辈们按摩 击打校友亲子人文班 来到伯特利老人院 带给阿嬷欢乐 要让孩子跟家长 其实都学会 孝亲这个环境 其实每个人都要学会去珍惜 我们身边的每个人 去关爱我们身边的老人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家长们也把慈爱化为行动 为长者们服务 我想要跟老人家有一点人结 所以我就开始去用按摩的方式 就把我的爱去传递给老人家 行善行孝不要本 真的,我们要把握那个房间 也很感恩这个环境 让我再次的去提醒我自己 我们就是会清洗那些 平时都老人家都 比较难清洗得到的地方 因为有时候他们 高的地方 对于他们都清洗不到 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 我们就来把它清洗干净 看见阿嬷卧病在床 无法行动 孩子心中充满不舍 同时也深切感受到 行孝不能等 他就是卧床 很可怜 我们进去了之后 我们就帮他骂脸 帮他剪指甲 跟他玩游戏 然后让我想到 我阿嬷就是他以前都对我们 关爱也很 一直疼我们 透过这次为老人服务 我就学到很多 就比如说 尊重老人 要更加孝顺 手把手教长者 这座手工 让阿嬷捋下美好的回忆 我的手工 要放在房间 成为纪念 谢谢他们的教导 一句问候 一个拥抱 让长辈们感受到 如同家人般的 真心关怀 他们的笑容 就是孩子最大的收获 大爱新闻 王哲卫 叶小燕 马来西亚综合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